肾脏健康不健康 要看身体是否发出一些异常信号 对于慢性肾病的人来说 最该预防的事情是避免肾功能恶化 发展为尿毒症 第一 肾不好的人 小便是最重要的征兆之一 早期肾病会出现多尿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进展 多尿则会发展为少尿 甚至无尿 当出现少尿和无尿的时候 需要警惕尿毒症已经发生了 肾脏几乎没什么代常功能 第二 肾不好的人 贫血是重要的标志 早期肾病可能会出现血尿 蛋白尿 但此时的贫血都能代常 或者不严重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进展 当发展为慢性肾衰竭 甚至尿毒症的时候 贫血会越来越严重 会出现明显的头昏 乏力不适 尿毒症人群往往是重度贫血 这是由于肾脏无法分泌 醋红细胞生成素所致 第三 肾不好的人 心脏是重要标志 肾衰导致代谢肺五 无法排泄 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发展为心力衰竭 出现胸闷气粗心系等不适 第四 肾不好的人 蛋白是重要标志 早期肾病会出现微量蛋白鸟 晚期肾病才会出现大量蛋白鸟 低蛋白血症会导致全身腐肿 第五 肾不好的人 消化倒是重要标志 早期肾病可能会有消化不良 晚期肾病 特别是尿毒症 则会有明显的胃肠粘膜于血水肿 表现为呕吐 腹痛 腹泻 甚至黑病 骨血 以上症状如果超过两个以上 就要警惕尿毒症正在 形成 一 高血压 糖药病的人群更容易发生慢性肾病 对于这两类人群 除了要控制血压和血糖外 还应该定期检查肾功能 二 长期高原饮食 高脂肪饮食 饮用碳酸饮料 这药等 都是诱发慢性肾病的不良因素 三 已经出现慢性肾病的人群 应该每年查一次肾功能 肾脏彩超 24小时秒 蛋白定量